大家好 我是将军老生 已经好几天没更新视频了 声音听得到还不对劲 因为刚做了个假装卸切除手术 泡不及待的就来上班了 在家里面都快呆疯了 来和朋友们分享一下 这在打包的一两套酒 这个其实也是茅台借厂70周年的一个题材 茅台借厂70周年叫茅台辉煌70周年 1951-2021 有两款有一款是那个700毫升红瓶的 那款现在价格也跳水比较多 经销商打款价9999 但现在好像就7000多块钱 这一套是给酒厂员工的一个福利 一个红舍的箱子里装有七瓶酒 一瓶700毫升的茅台和26瓶375的茅台 集团的其他酒有喜酒 当然喜酒已经托你茅台了 还有一瓶黑网毛 一瓶滑毛金奖 一瓶奈毛 这款奈毛还不知道叫啥名字 茅台不老酒喝 这个叫什么 茅台村天青是吧 来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边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发货的时候 要把这个酒单独加固一下 因为在里边它是荒动的 运输的时候易碎 所以必须得加固 这都是写的经验 其实单独买这一瓶就已经很划算 这个酒刚出的这一阵 也是茅台价格 整个茅台的巅峰 那时候一套最高的时候 都快到2万块钱了 1万8千多 现在零头都不要 比零头都还便宜 这您敢相信吗 这个酒 我就在从员工手上收 我觉得特别合适 这嗓子听的时候特别不舒服 待会我自己听一下 还是回到店里边有感觉